秀才在当年来说就算是有功名了 什么叫秀才呢 县里边这些个念书人 只要说是还没有功名的 这统称为叫同生 同生到一定程度才要考试 这个县里考试只要考中了 就算是秀才 再过三年 省里边考试 这叫乡试 乡试再中了叫举人 但是你只要考中了秀才 基本上你就有很多的待遇 为什么过去说念书人 一定要考秀才呢 第一当秀才是过去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你干别的说想当个官 门也没有 只有通过考试 秀才之后 第一你是免疫 什么叫免疫呢 就是比如说了 这修长城了 一家得出这么几个壮丁 必须得去 但是我家有一个秀才 好 有一个秀才免两个男丁 你可以少出俩人 你看这事就有好处吗 第二是免银子 那每个月县里边交多少钱 家里有秀才 这免了 明朝初年的时候 秀才竟然有三次特赦 明朝初年 杀人放火了 该死刑了 不死了 三回 当然明朝一转入正轨之后 这就取消了 没办法 你秀才杀人免三回 说不过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就算是头上有功名 这是秀才 秀才三年之后一考试 整个省里考完了 举人 一中了举 那就算是有俸禄 什么叫俸禄 举人就是国家的公务员了 不是官 但是每月国家给拿工资 上堂打官司 建了县官 可以不贵 咱们一个身份 这叫举人 举人再过三年 到公务院考试 那个就厉害了 如果那个考下来 就能参加电视 电视就是皇上亲自主考 这就是读书人这一条路 怎么能当官 效果 批译 诚 诚 诚